来自沖繁的阿古猪 不单止是当地的名物 更是沖繁饮食文化之中 不可以缺少的料理食材 到底有什么吸引之处呢 阿古猪用了240日去治养 日数比一般猪尖的180日长 成本自然更高 但胆固上是其他猪种的四分之一 液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他命B1 可以消除疲劳 食用价值高 将它放在日本从木打造的蒸笼里煮 最能够食出原味 加上相降的比例比一般猪肉多 肉质更加嫩滑 套餐餐点丰富 加上多款蒸笼蔬菜 自然更健康 另一个食法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的阿古猪 同样值得推介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